同学们 同学们 晚上好 大家 现在有多少人 现在是有55人 咱们再等2分钟好不好 还是1分钟 稍微等一下下 大家现在 咱们试一下麦 第一能不能听到我说话 第二 这个能不能看到屏幕 然后声音清楚清楚 如果都可以的话咱们差不多 可以稍微等一下下就可以开始了 OK 差不多 可能就是大家应该是每天的这个直播的同学 所以大家我觉得就是 应该也不会全部 来吧 声音还小吗 你把你的电脑声音大一点 Alright 咱们废话不多说了吧 昨天应该是咱们第一节课强度还挺大的 然后我稍微说一下 就是几个同学 这我都已经反过去吧 我觉得大家现在 我讲的东西 其实理论来说 如果大家不知道 你要当场问 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大家看直播的一个好处 你不要浪费的这个直播的功能 因为咱们是实时互动的 实时互动就是 那你有什么问题去问 你是可以那个 什么举手 对吧 这个功能里面都会有 如果你一定要想问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的话 然后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在于就是 比如说这个今天咱们的第一位同学 大规 它就是已经是修改过的一个版本 然后给我发的 咱们群里面发的 那这个时候就是同学们 你探这个课的唯一的目的 不是说学知识 不是说 而是把你自己的作文写好 对不对 特别是有修改版 如果你的这个作文还没有被修改 那你在你修改以前 我希望你可以把你的作文写得非常好 或者再改一点再怎么样 要提升你的 如果不是修改版的同学 你现在是在听 那你要听到一些东西 它去吸取进来 进到你的这些作文里面 这我是咱们目前为止 这些作文写唯一的目的 没有其他的 OK 然后至于是怎么来去改 那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可以有基础的语法错误 可以把你的句型优化 可以把你的单词放得正好一点 或者用对了 那这些东西就是我 我所讲的所有内容 我说的就是好 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范围 任何方面的进步 都是好 好吧 OK 废话不多说 现在三分钟 那今天这篇 就是刚才我大概看了一下 这些当归同学 咱们希望明天的同学们 给我改的这个 招的最新的作文 会更好一点 好吧 咱们这些新同学 或者昨天没有来听这些同学 你要知道 咱们现在这些过程 就是我这些同学 改作文的过程 你要去 从这些过程中发现错误 相信我 如果你发现不出来这些错误 这些错误就是你的 不是这些同学的 是你也有这个问题 然后快速翻译出来 因为考试的时候 可能只有二十分钟 或半小时写作文 那你要每个发现 这个错误的速度 是应该是非常快的 不要 我不希望大家造成 就是上考场的时候 你就是非常匆匆忙忙 对吧 写完了 然后也不检查 然后没有发现错误 就直接教了 那这是最差的 你全都不知道 你的问题在哪里 没有时间了 所以现在你在准备的时候 因为作文还是 就是考研英语里面一百分最大 第二大分分值 二十五分 所以值得你是多花一些时间 值得你把这件事情做好了 所以大家现在你要去 上考场上的这种状态来去变 所以咱们第一句话 这些图应该非常简单 就是选课 对不对 选给分招的 还是易通过的 还是什么知识心的 中创性难度的 选课进行室 这一般简单 非常简单一个图 然后这里咱们开始 但是 the picture vividly shows a weird phenomena that is starting to choose curriculum 同时这种 大家 就是像这种问题 只有两种情况 觉得这些东西 可能不知道这单词怎么拼 但是我希望 你在考试的时候 先看你这些作文的时候 你要知道 圆形是choose 这个词其实都不是任何的形态吧 好像看一样法语 choice是名词 对不对 这是动词 在这里需要一个动词 所以是choose 然后再只要复习一下 大家这个作文 这个词应该经常写 过去式是choose 然后过去分词是choose 所以这个形态是什么都不是 也不是名词 名词是choice 对 这些东西大家 你要是自己都没有发现 你的问题 然后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是大家 其实备单词的一个问题 就是想问一下 这张图里面 这个中国话 对吧 他说的是选课进行时 现在如果大家 比如说今天写作文 非常容易可能做到这点 就考这题 大家平常在学校里面 那个课 你选那个课的 那个课是哪个词 这个在座这位 如果你答不上来 就说明你可能也会写这三次 再说一遍 这几次 这其实阅读中讲了很多次了 咱们就 因为时间关系 咱们讲三个词 在学校里面最常见的 从大到小 今天这个同学用的这个词 turriculum 你可以理解成是你的专业的 那个整 整个一套 课程题 比如说你学的是数学专业 对吧 大一到大四 分别上什么课 这叫turriculum OK 然后里边的每一门课 就是你现在 大家平常每日学期 选的那一课 就是这里这张图里面 选的那课 是course 然后呢 还有一个词是咱们平常 每天说的 从小学的class 其实是你每个星期 上这门课的每一节课 这叫class OK 所以这里大家看图的时候 明显这里说选课应该选的是course 然后同时 如果你要选择course的话 在这里全体不可能选一门课 对吧 应该是courses 然后 a student prefers to select 就是这个地方 朋友们 就是大家 我记得 我其实我非常理解这些同学 要吧 现在有一种写作文的这种风气 就是一定要换词 像这种名词没得换的 就比如说你现在选课吧 刚才说的choose courses 你不要换成curriculum 你换成反而是错的 比如说现在你想描述一个苹果 这个苹果这个东西 明明就是实实在在 这么一个具象的名词 是没什么换的 因为你换就一定 要意味着不准确 你苹果还能换成什么呢 现在这一样 选课就是course这词 没有其他词吧 所以你换 反而是给你自己找坑 OK 然后所以这里lesson就是内容 不是一个时间 所以现在这些地方 其实你可以重复 这种就比如student 这种词 你怎么都是重复啊 你不可能有其他词可以代替 就学生就是学生 没有其他词 所以大家不要怕重复 重复这件事情 本身来说你要看情况 比如说形容词 大家可以多换 形容词 大家可以来去多 去选择这种上的同意词 或者形容词 但是名词 我这么多年的经验 尽量的你写准为主 不要一定要为了换而换 除非你是非常保险 除非你是用过 你不要去听别人的 你写的一些东西 你自己实战用过 比如说你现在写的篇作文 或你插字典了 这样的话你考试的时候 你再去用 对自己负责一点 然后所以现在这里说 一个学生更加喜欢去选择 还是一样 昨天他们说的一些问题了 这些东西大家 其实你的作文就是你的阅读 你现在自己读你作文的时候 如果读到这里是course 那你应该读到的意思 就是选课 但现在明显这个人 对吧 大家平常你有选课的时候 不是选一节课的 一定是选很多很多课 所以这里也不是贯词的问题 而是可数名词 你明显应该加着付出呀 对不对 这个事情不是说每次 都一定要加贯词的 你要去根据一下你写的意思 就这是付出courses 所以后面这定童句 也就应该用单数 which are ok 然后 prefers to select courses which are 这些地方 这个 当归同学 现在说明你的技术语法 还是稍微差点 现在这里你明显想表达的是 你要知道定义同学 就是which代替的courses 对不对 which are given 是被动 是被动 过去分子被动 given 对不对 which are given actual points 我觉得ok 然后 easy to pass as as was doing assignments once in the moon moon ok 这里是另外一个非常常见 他们昨天想的一个细节 我今天跟大家说的是 以这些同学为例 但是我说的都是总结性的东西 你要听清楚我说的一个逻辑 当大家去写并列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里现在这个as was 这个同学明显在这里表示and 并列 你在用并列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想一想 这些东西能不能并列 不是意思并列 是哲识能不能并列 比如现在这个同学前面 说你去用来形容这些课 对吧 这些课就是得被给了更多的这个额外的分数 然后这些课这里形容词ok吧 就是动词主动表达被动 对吧 是非常容易的去通过的 然后那现在你要知道这个r 其实是跟这个r是并列的 就跟这个词是并列的 所以说你现在可以这么做 你想想如果现在这句话这么写 select courses which doing assignments once in the blue moon 这句话对还是不对 对吧 就是你现在要去锻炼这个机会 或锻炼你自己在写作的时候 你要看 你要把这跟你阅读是一样的 你要把这个doing跟这个which连在一起 你看能不能说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在语法上说不通的话 这是doing 我知道 这里你想表达是做作业对吧 但是做作业是谁做呢 明显是学生做呀 而不是说这是客做呀 大家能看到吗 我觉得更加关键的点在于你要知道 现在这一部分 其实是跟着course 或者用courses来去形容的 因为这个which就是course 要定从句 所以说你不能说这个course是做作业 好嘞 然后呢 所以这里你要写清楚 比如定从句 现在可以说 你甚至可以说 然后这个客 咱们把这个如果一定要做一个动词 咱们可以改成这个require 客可以发出这个require 对吧 就是这些客 选择一些客 什么客呢 这些客要求few很少的assignments 咱们先写对了 而昨天咱们咱们最近至少一两个星期 咱们的重点是写对了 ok 然后这里 另外一个细节 这个地方 其实我那天专门查了一下 就表示这种千载难逢的 很少发生的 那今天这篇文章是非常经典的 就是道理 就是昨天我这样说 你现在作为这 呃 判诚老师 对吧 咱们刚才我没有给大家这些同学画出 但是稍微咱们可以稍微数一下 就是现在在这些one thing in the blue moon前面 这一坨的句子里面 这些同学 至少已经出现了可能有 四到五个语法错误 那说明就一句话没写完 就已经四到五个语法错误了 然后突然你来了这么一个 就是非常明显的这么一个大词 或者非常明显的一种类似于这种 不太常见的一种写作词汇 那这个判诚老师就可以瞬间站到 把这个地方甚至会给你当成一个错误 因为他明显可以明显知道 你这个地方是模板 能知道吧 明显是一个模板 所以就是他会 就是伪和感非常强 大家写作文件 我不知道能不能 能不能 你能不能感受到我说的这个伪和感 就是伪和感是你的判诚老师 是可以看出来的 他一看出来 就会知道你这是背的模板 背的模感 是不会给高分的 因为你这个考试 现在考研究考试同学 没有那么容易拿高分的 因为所有人都拿高分 所有人都考的研究生 没有那么多名额的 能不能知道我同学 然后所以这里 刚才有几个朋友问 这是require 首先是现在什么 因为前面比如说 在去描绘这张图的时候 这都是现在啊 没有这个时间概念 对不对 然后这里也不应该用RNG 这里没有说的是正在 就是说这个课程会要求很少的一些事情 然后这个once in the blue moon 在这里只能复词的 就不用来形容require 对吧 没有问题吧 这里应该也不可能用requiring啊 因为这个require是跟R并列的 不是跟这个given并列 如果跟given并列 反正这里就是变成被动了 我觉得这里不是进行时的债点 因为如果你这里加在RNG 反而变成进行时了 不是说这些课正在要求 没有这个正在的这个意思 好吧 OK 然后是什么词词 就是副词嘛 用来修饰require 然后后面 也就是说现在 同学把这里写的都是用来形容requirecourses 这个同学比较喜欢选择这些课 对吧 然后R不是choose 这个写对了 刚才那个没写对 这非常的诡异了吧 说明这个东西要多检查 所以这个句子什么意思 哪个句子 同学 你们这里吧 前面不是说 这张图片描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咱们先不说其他的吧 这些现象就是当去开始选课的时候 一个学生更加喜欢选择一些课 这些课 是被给予的额外的分数 非常容易通过 然后这些课 要求很少的作业 就是如果你一定要加这个的话 只能说是就是很少 我觉得这里如果你前面加这个fuel 我就不会加这个了 因为有点负负得证了 就会不写 前两个并列不是都跟R吗 为什么require 就是你可以不跟小图 你懂意思吗 这些东西就是你 就是你只要规则来去允许就可以不跟 不是说一定要去跟 这是require 就是因为R就是圆形 那你现在也可以再加一个R 再加一个这种动词圆形 这都可以的 不是说一定说是要加的这个easy 只要磁性恰当就ok了 能不能这样到 这个不是说 这不是不要的吧 就是咱们 咱们能不能先把这些 咱家问这些问题 咱们能不能先把这些 先把它写对了 好吧 然后这里 就是他的选择 对不对 这个同学问的 我觉得写的很好 首先这张图里面 不是外套战的关系 好 这是我要说的 因为这里明显说的是要选对着 还是选内着 所以要我写的话 这种句子一上来我建议你 其实你可以就 there are two kinds of horses 对不对 然后你先说one 什么什么 blblbl 然后你再说 the other kind the other kind i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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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再可以说 然后最后写一句 这些同学对吧 这些 这些生现在非常非常 没有拿定主意 不知道在选是吧 或者是 就是你 你再去描述一下这个情况 这是我觉得 我要我写 我会写这个意思 但是我昨天这样说的 这张图你再也不会见到了 这不是重点 能见到吗 但是我说的就是 咱们说语法 所以作文 所以另外一点在语 choose more difficult innovative and novelty counterpart on the system of course selection ok 在这里 我现在给大家同学 五秒钟时间了 你告诉我这蓝色部分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吧 准备 准备 五 四 三 二 一 ok 记住 我问的问题 如果你没有回答对 你一定要知道这是你的问题 我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 如果你没有判断出来 现在这里 difficult形容词 innovative形容词 为什么这里是novelty 这是名词 而这些事情大家写作文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看出来说明你对 要不就是对于这些词不认识 要不就是你没有这些词性的概念 你现在要并列 这是要并列词性的 对 刚才这些被动词也是动词 require也是动词 现在你要在词性上要去并列 这些都是形容词 而且这里你明显也需要一个形容词 来形容这个controper 对 所以这个形容词是谁 novel novelty是新颖的事情 你旁边摆着字典 好吧 完全可以查一下 咱们这些词主要是说作文 能知道吗 然后 这里 controper 这个词 如果前文中你用的复述 我建议你也用复述 有形容词的词形 novelty 真的假的 咱们用的不是一个字典吗 那 我看的克林斯好吧 但是牛津上也有 就是我家看这种 only before now 所以我觉得 像这种 我再来看一下这个 空想 咱们把这些事情说清楚了 你看 克林斯里面 这都是名词 对不对 牛津上是有形容词 但是非常少的一个例句 然后同时你要去看西牛津 都是名词 所以这个依据我的经验来看 我会选择把它当成名词 因为这些单词 就有专门的形容词 novel 所以我会用 我会选择 专门的形容词 大家能理解吗 ok 所以把它 用字典的时候 要想一想 好吧 alright 然后 rather than后面 rather than后面不一定的 我建议大家用ing 但是你现在要看前面这里 这个rather than 是prefers to 然后 这个地方 如果你一定要用圆形 就一定要用这个 加了s 在语法上 严格语法上没有错误 但是我建议你 这个地方就不是rather than的意思了 我就不会写这个rather than 对不对 就是说白了 这个人 这个同学正加喜欢选择一些课 对不对 然后 这里咱们昨天讲的是 你可以把这句话 换成另外一句 因为你现在这句话写的太长了 他们 这种这个同学你会发现 你现在 这个语法比较薄弱的形容下 你这一段就写了一句话 这种书我是非常不推荐大家的 ok 能知道吗 非常非常不推荐大家 因为你现在就是 自己没有这个 对于写作文的这种长句的一种把握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就是 你要觉得就是写长句 不是说一定好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现在你可以换一只嘛 然后你这里第一句话都在咱们说 你先要学会去换句型 这一句话说白了就是主卫兵 对不对 然后 现在你这句话你可以说一下 转折一下 我这里说的是如果你一定要表达另外一些课他不喜欢 对吧 咱们可以换句型 如果 如果 however some other 就用forces 然后定层句 that that are more innovative 创新 knowledge 有点不太一样了 on this system 你可以换一下 你就直接说 on the system 就行了 这个时候就大家需要用得了 因为上半钟你已经说到这个 就是 闪转系统了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或者你这里如果没有说 on 那个 我那个在课程版的同学还没有发 课程版的还没有发 不好意思 明天我会发的 pgi版的应该是有的 然后这里 咱们现在主语是some other courses 是主语 对不对 这里你现在对于句型 现在目前为止就是定语 所以你这里你可以写着被动 最简单的一个句型变化 如果大家上头场 如果你现在实在想不出来 写什么主语同学 主语同学 这些位置程序 想不出来变形 你就写的都是主语兵 昨天我正在说 今天带来一个非常红的技巧 最简单的学生被动 are disliked by him 对不对 最简单的一个句型变化 主动和被动 相互之间切换 就造成的 就可以句型变化 不是说每一句话都是主语兵 OK 能知道吗 然后这句话 首先 innovative其实 我觉得有一点区别 但是区别不大 主要这里争夺的是 此信 然后 咱们这句话先 往后 然后 稍微加传一点速度 from the aim to the creators of this system's perspective 这里 这些同学 我觉得昨天咱们说的 from 就是 the aim to the creators system's perspective 这里我不太想 这个当归同学你在不在 我不太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意思了吧 就是到底是想说 从目标 还是从一个系统的这个 方向 方向 角度来说 如果你要说方向来说的话 这里 你可以先告诉我 你这里想表达什么 然后他们说后面 put in the ocean of network subjects subjects is a good chance to improve one's ability of self-study knowledge ok 这里 呃 这句话 动明思作主语是ok的 微动从单数 对不对 现在关键在于这个network subjects 在这篇文章里面 这些图里面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现在目前为止 就是 刚才咱们说第一段 你在描述这张图里面 这种问 这种作文 第一段 描绘了一下图 然后 第二段 我的建议你 咱们 在座这位不管你写托布亚斯 还是 就是 草原子作文 任何一段 我给你的建议 都是写成总分 能不能站到 任何一段都写成总分 所以说这一段一上来 要是我写的话 你想表达的是这种课程 可能有好处 对吧 你哪怕 你就写着 咱们这里说一个 我 这个方向我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方向 要我写的话 我会说 from 或你说 students or college student 这是 perspective 对 然后你张才不是想说这些人选择了这些课吗 你说 easy courses 建立客人本身的目的 easy courses 或者是 putin the ocean of them ok 你这里想表达是这些课好是吧 就是Innovative and Novel Courses 你说Innovative and Novel Courses There are a host of benefits in Innovative Courses 对就这么一句话好不好 就是如果你把这一段一上来写这么一句话 你的考官就是你的读者 会瞬间盖到你这段话想说什么 然后你再说第一个第二第三个是什么 如果你一上来就说什么什么东西 这段话非常非常突兀 没有任何的这种逻辑 这是我在做不管你现在考托福 还是这种考研的这一段 你想表达寓意 你想写这种课是好事 你要写这么一段总分 那这些总分你可以写成任何形式 我这里随便给咱们说的就是There be 你可以写成一个主语同句 什么What 什么什么Can 还有什么定义同句 红尾同句都可以 我昨天人家说了 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用各种形式的句子 来去写出来的 那咱们一开始我先把这个总方向和咱们先写写对了 然后你再去说就是这里Network Subject 首先这个地方还是大家单词问题 Subject不是课 Subject是话题是主题 如果这个词如果你在大学以前可以说是一门课 如果上了大学以后 这个就不说了 这个咱们就删掉了 上了大学以后Subject就没有这个词了 上了大学以后只有Major是你的专业 然后的Course刚才说是你的课 Curriculum是你的整个课程体系 这个词就类似于如果你在大学方面指的是数学 但数学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领域Subject 你里面有什么应用数学对吧 各种这样的数学 语言也是一样 语言是一个Subject Language 但是里面有各种这样的语言在大学里面 所以这个词大家平常 我觉得就没必要用 或者傅飞你要一定要写这个意思 然后这里Network我也不知道 你想要把它什么意思 Perspective就是目的观点的意思 对 就是刚才那个AIM就不需要写了 就简单一点 然后 It's a good chance to improve one's ability of self-study knowledge 所以这种 我想问一下现在这四个单词 大家有没有看出问题在哪里 Ability of self-study knowledge 这个问题 如果你可以回答对 我觉得你的阅读是可以体验出一些能力的 我说了这个大家回答一下 目前为止我看到的答案 这我想的差不多 Ability of self-study knowledge 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大家现在你读任何人的作文 包括读你自己的作文 你不能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来去读 因为这样的话 你永远读的你作文都是对的 你现在要有一个 按照规则来去读的这个能力 那咱们这里就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这不就是ALV吗 是ALV吗 刚才如果你没有读到这里 我画黄色的意思是知识的能力的话 说明你现在阅读能力有问题 能不能理解 这里不是说 这是什么 这是知识的能力 因为knowledge在这里是名词 所以你现在读到的意思是知识的能力 而不是说学习能力 我讲清楚没 同学的知识 现在你大家要有这个能力 因为你写的一些东西 你在考场上 或者你平常写的这些东西 你要按照语法读 因为别人是按照语法读的 别人是按照这个 就是按照一个英语的规则来去读你的作文 而不是说没有你大脑里面的思想 你大脑里面的思想 别人是不知道的 所以这说白了还是一个阅读能力的问题 就是你在自己检查自己作文的时候 所以现在这里 我不知道这个network subject 表达什么意思 但是咱们从一开始 这个ability这个词就说 这个词你想想表达定语 后面一般都是to do 所以现在 这个词如果你想表达自学能力 那很简单 其实你把这个 ability先换成to 然后自学是有一个词的呀 就是 improve one's ability to learn 这两 就是learn就是核心词动词 对吧 by himself 或者self learning也可以 这都可以 self learning 或者是learn knowledge by himself 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要写成一个核心的一个意思 你想表达的意思要写出来 写对了 好的 然后咱们继续 这个 那个那个那个同学 你去不去叫我一下这个network subject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好 然后继续 meanwhile the spirit of innovative and overcoming the difficulties that we are experiencing is the most vital 网课 网课 这个我都盖得不到就是说的是网课 网课是online forces all right 我都不知道讲这个话 因为network指的是一个网络 比如说你现在互联网跟谁连在一起 你跟人组成的一个个人的这种关系网 network 咱们平常说的线上课程是在 线上的 offline或者online online courses 对不对 all right 然后 而且这我这里 咱们就不说这张图啊 这张图我觉得不重要 但是这张图里面没有说是网课啊 我没有盖到为什么你要说网课 这是正在重要的问题 这张图里面没有说网课 人家说这张网上选课不是上网课 在网上选课 跟上网课这不一样吧 大家大学生吧 能盖到吗 在座的这位 记得 我觉得还我不需要解释这些东西吧 ok 咱们继续 然后 the spirit of innovative and overcoming the difficulties that we are experiencing 这里写得非常好 主语是spirit 然后位置意思 这个spirit is the most vital quality for generation z 明白 ok 这里图里面 在我上来 我现在 给大家最短的时间 就五秒钟 你觉得这句话有什么问题 大家自己写作文 如果你可以看出来 说明 现在大家 你看这个作文课 你如果有提高 非常显著的一个体现 就是你看其他同学的问题 可以越来越快地发现 或者你自己 改你自己的作文 可以越来越快地发现 一眼就可以看出问题 如果你还是看不出来 说明你现在你自己写 可能也有问题 因为你没有这个概念 明显这个地方 现在这个innovative 是形词 off后面 你这里明显说的是 什么样的精神 对吧 那是off后面要加名词的 或者动名词 现在这里是动名词 咱们暂且说可以 但这个innovative 是形词啊 你想说的是innovation 需要换一只名词的 OK 对不对 刚才那个速度 我觉得还不如快 好吧 innovation 所以the spirits of innovation overcoming 这种就是 借词后面是一家名词 这不是名词吧 同时借词后面 也是一家动名词 所以这OK的 然后动名词后面 它又加 它自己的一些编语 然后再加套一个定义统具 这都OK 对不对 但是反正是 这是名词 这是动名词 所以为什么叫动名词 因为动名词 其实有动词的意思 但是是名词的这种形式 所以这两只是可以并列的 OK 然后继续 so this online selection 对这是对的呀 你说网上选择 我觉得是OK 对不对 但是你要判断出来 现在 this online selection is a fabulous time to obtain them OK 来朋友们这句话 咱们今天这一上来 就是把这些点中点的问题 都给大家回答了 好吧 这句话 我希望大家可以发现一个问题 给大家事态中 你觉得这句话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发现不了 咱们今天要说一个新的事情 可以 feelish nice 主要是导舰长 快 如果你们现在 盯的是这句 them 我觉得很好了 盯的是这句 them 非常好 但是今天这句话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例子 让你去作为 阅读也好 自己写作为也好 我希望你以后 不要再犯这错误 好吧 必动词 必动词 这句词什么意思 你把它看成就是等号 等号啊 那现在前后两边 咱们看 逐语是slash吧 是不是选择这个概念 必动词后面 核心词是什么 time 这两个东西 是没法用 必动词连接的 他们两个不相等 能知道吗同学 这里就是大家全部都是 用中文的这个逻辑 你来去写英语作文 比如这里中文 网上选择是一个 非常好的时间 中文nice 没有问题 现在你写的不是中文 现在你写的是英文 英文这个必动词 就是是 就是你要是 最起码这些形式上 在一个概念上 是能说得通的 特别是两个名词的时候 你要去想一想 OK 所以这里 这个slash表示 这种选择的概念 完全不能说时间啊 你可以说 this online selection is a fabulous 比如说function 对不对 这个选择是个功能 暂且可以说得同 也可以 然后这个 optain 还是做得那么说的 当位同学 你已经改了一遍了 做得那么说的 一些事情 我每次听到说 你任何时候写代词 你要知道 你想一想 它代替的是谁 OK 想一想 它代替的是谁 现在这个them 是代替付出 但上一句话 明显你这里 想表达的是spirit 因为你这里 就只有一个spirit 对不对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如果你这里 想表达两个 我建议你加一个 就是end that of 这点代替代替前面 spirit 这是两个 但是现在 如果你只说了一个 那这些东西 就是单数 那现在这个地方 就是it 这里大家能站到 其实都是作文 都是阅读 你现在写作 你自己读到 it的时候 能不能代替上文中 找到一个核心词 现在你写作 就能不能写出来 好吧 time换成wait 我就未可以 聊到后 as far as students are concerned however it is a heavy burden for our undergraduates who having endless lessons assignments and afterschool practices let alone needing to prepare the postgraduate qualifying examination when they have become the junior one 来 这句话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这句话最大的问题 如果现在你作为一个阅读 有这个 我觉得 能读出来这句话的问题的话 ally 这句话要是我 我去当班长老师的话 就这一句话 这个分数已经下了十分了 就是大家现在 如果你还是 这个同学明显觉得是 把作文写得越长越好 对吧 如果你现在还是有这种 就是思维的话 那你的作文 我感觉很难会提到的 这里大家 你现在 咱们 你看到后面 这里是不是定统句 都是用来 使用这些undergraduates 对吧 作为阅读 大家现在的能力 那也就是说 这里后面 因为这needing 什么什么 需要什么什么 这都是用来 使用这些本车生的 那也就是这定统句 定统句 用来说是graduates 但是如果现在 你把这些定统句 杀了 这句话什么意思 至于学生来说 然而 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对于 本车生 这句话 因为你后面就写的是 who 这叫本车生干嘛的 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想问一下 现在如果这句话这样 就是咱们随便说一下 who or did 一样的 后面就定统句 这句话问题在哪 就你现在这句话 上文中说的是 就选这种课 对吧 选这种男的课 是有好处的 这一段你说 就是对学生来说 然而 转折 it is heavy burden for our undergraduates who or did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现在没有 读到这句话的问题 说明还是阅读 阅读上的问题 就是你现在这句话 明显想说的是 这些 就是课 非常的 是一个 就现在这种 学生们学业很重 对吧 你是想表达这意思 我也可以读到 但是你这句话 没有把这些学业 很重表达出来 因为你这里就是 eat is a heavy burden 那这些eat 是什么呢 这里不是 形式如语 这个意思 就是代词 因为后面 这不是heavy burden 这是名词 对不对 这是名词 所以说这个意思 就等于burden 咱们刚刚说的 必动词 那你现在这句话 没有想表达出来 一些课 对他们来说 是有很有负担的 因为你这里 就是写这句话的时候 你要去先想 这句话 框架 是这么一个框架 因为后面 都是定语从据 定语从据 就是用来形容 这些undergraduates的 但是你完全没有表达出 他们现在很多负担 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因为你这里 就是用的定语从据 我再说一遍概念 这也不是形式如语 那这个时候 就是现在你要去 对这种剧情的 一些了解 现在你想表达的是 但是这些章谈你 咱们这句话里面 后面这些东西 比如说他们是有这些 就是lesson对吧 还有什么作业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是对这些undergraduates 是有很沉重的负担的 那这时候 你就最简单一创下 这里就动力做主语 行了 把这些东西提到前面 当主语 你说 however having the endless lessons assignments and after school practices let alone 这里咱们先 把这些部分先删了 然后practice一般不可数 然后这里时候 你把这个动作 有这些东西 其实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对于undergraduates 这样的话 是你想表达的意思 咱能站到吗 这里我讲清楚没有 就是你要知道这个 你想表达的意思 是不是你写穿的意思 那这个东西 如果你没有读出来 说明你现在还是 这是按照 我觉得是剧情也好 或者其他也好 逻辑方面有问题 OK 然后咱们再回到 我把章台这里 时间转型稍微快点 这个地方 你要去想 现在你觉得这种变形 这里有这having 对吧 章台这里 你要现在要并列 那你要去加这end 你这个needing 你这个having并列 都是 而且need就没有进行识 OK 你可以把这个preparing 加一个进行识 preparing the postgraduate quantified examination when they have became the junior one 这里 became become 大家考试的时候 翻这种第一错误 就绝对不应该 了吧 let alone 就是这么不用说 就是become这词 如果你要用have 你现在就背一下 become become became become 然后 如果你这里是两个动名词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are or have a bird 这边有问题 或者你这里 如果你要把这个lead alone 作为一个借词端语 但是也可以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这种写了 就是 你把这个lead alone 放在这个位置上 当成一个插入语 让这样 会好一点 好 不用说 好 继续 Frankly speaking Therefore they do this option 为什么是do this option do就是做 中文里面你说 他做出这个选择 一般是make they make this option 同学这种 现在 这个基础语法 这句话 张才你写的度已经是微语了 为什么这里突然又有一个ease 就是双微语吧 make this option do this option it's not surprising and also easier to understand 这种问题还是一样 现在 首先 同学就是 这个downgrade 你在写之前 大家从今天开始 从明天的作文 大家 我希望你可以展示一下 这个听咱们这个作文课的一些进步 像这种 前面是they 后面用微语 单数的 我希望大家再不要有这种错误了 OK make this option 也不是意思 这里就不可能用ease 没有任何意思的条件 除非你写着不一定同学 所以这个印象表达的是 他们做出 这个选项 是一点都不令人惊讶 那这时候还是 这个同学 我希望你可以稍微 多写一些 动名词 注意这件事情 是这些动作 所以说 frankly speaking therefore for them 对不对 for 对于这些学生来说 做出这些选项 is not surprising 这可以 and also easier to understand 这也可以 but not everything that we can comprehend is always right like this one if that is the truth 这么长吗 这个 现在还有一个概念 除是名词 除 是形容词 然后 like this one if that is true the truth every student every 后面加 单书呀 every student 这些同学 今天笔记不少 we have a hard condition 这种咱们就说 大家拼写 打字不太方便 accept a new learning test having a deeply conversation with the main professor to talk about the major problems and solutions 然后 这个同学 现在 其实这个 大家 我觉得在做这位 都有这个 现在有一个请教 就是比如说 这个同学 目前为止 这句话写的都非常长 我为什么不推荐大家 写长句子呢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大家现在 可能没有找过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 在大家这个阶段 你写这种特别 长的句子 你会发现 有一点什么 就是当你写到这的时候 你已经忘了 这句话在说什么 对不对 能盖到吗 就是我现在可以 就是我有这些阅读能力 我还可以记得 这句话的框架 这些同学 明显想表达 一个状态同句 对吧 if that is true 分句结束了 分句结束以后 现在这是主战 every student will have a hard transition to accept new learning task 也可以 对不对 然后这里咱们就说 主战结束了 然后现在你这里 又加了个费用词 咱们单切也可以 having a different conversation with the main professor 那这里首先 我不太知道 为什么用的是having 因为这里明显 我觉得并电会好一点 就have 然后have a deep play conversation with the main professor to talk about the major problems and the solution 然后当你写到这个时候 写到这里的时候 你都已经忘了 这句话已经早就出现微语了 小兔你当然问什么 eat是只可以上文中 他不是说 那是上上文啊 小兔你不是说 就是全部的上文啊 你不能说 你现在中间 中间 然后写一句话 然后你这译词 就指第一句话 那个译词 这太远了 你要让你的读者理解 那知道吗 或者是这里 大家如果现在这里 想兴起一句句子 还有非常重要的细节 你一定要去加句号 咱们这里 另外一个细节 现在如果这里的时候 你想表达这是一句话 对吧 大家你在写作人的时候 这是的 必须要是个句号 因为英语的句号 就是规则 如果你写完这一句话 这是一个句号 如果这里是逗号的话 后边不能是一个完整句子 所以这地方 当他如果我默认 这里是逗号的话 后面不可以完整一个句子了 但是如果现在你要去 就是再这个 写另起一句话 你要记得是句号 因为里面标点方式 有严格的准确度的 这些东西大家写作人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所以这里如果说 having a deeply conversation with the main professor to talk about the major problem and solution patiensly is a wise decision OK 这可以 这是第二句话 动明速度与 未动速度单数 is a wise decision 这没问题 All right in other words doing the seem like simple choice is without any help for our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trade planning in the future All right 同学 最后咱们这句话 等下来五十分钟 首先这里 这个同学 我觉得你现在其实 没必要太放太多心 在这个作文上 因为你现在的基础语法 词性差得有点远 你需要去记得一些 最基本的单词的一些词性 比如这里 seem这些词是东词 然后你这里 想把它seem like simple choice 你想把它似乎 是比较简单的 对 这里 就是 张大能不能说 make 还是一样 making simple choice is without any help for our personal development 听解决定的 and the trade planning in the future 这里 making simple choice 为什么这里有着 without any help for our personal development 这里我觉得你可以放在前面 借此短语 就是 without any help making simple choice is for our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trade planning in the future 然后 有一个词 表示似乎的 形容词 simily 这个词是形容词 副词 但因为这里 你就要用来形容词 simple 所以需要一个副词 simily simple choice 然后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发展 choice要不要加 啊 这里要我写我会 choices吧 choice还是可数 很好 making simply simple choices is for our ok 啊 就我觉得后面其实差不多了 这个同学其实你有很多改的这个 进步的点 就现在目前为止 语法错误稍微有点太多了 就这个同学 你现在目前为止 在我的经验 告诉你考试的时候 啊 你这些作文打的分应该会比较低一些 可能我觉得如果是这大作文15分 要是我给的话 可能就是 8分以下 在这 情况 因为语法错误太多了 所以说现在你的这个目标 啊 或者在座的这位 如果你现在写作文真知的同学 啊 大概20分 哎 啊 20分 呃 那可能就是 我觉得10分以下 不会太多 好嘞 然后 如果现在 在座的这位 有真知的同学 差不多的 我以你的建议 好吧 英语一啊 反正就差不多 就是15分20分的水平 对不对 就是这 我觉得就是这位数 你现在 的重点 不是去背模板 你的重点 首先 去写一些非常简单的句子 先把这句话写到 没有错 没有 非常明显的这种 词性语法错误 然后每天你可以写十句话 然后一天写十句话 从现在开始 到这个考试之前 我觉得你的语法 最起码会对 会好一点 OK 这种句子 就这种作文 大家如果在座的语法 你现在很多都是差不多的 犯了很多错误 我觉得你的方法 我现在已经可以 非常准确的可以知道 这些东西 基本上 就是你阅读 可能也不会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你的建议 是基础的语法 因为你在基础语法 不是特别牢固的情况下 你再看一些其他东西 没有什么用 你再浪费时间 OK 如果你现在 我现在就是 这些东西你都会犯 你可以先去看语法课 或者我给你的建议 就是你把这个 英语的词性 这些东西 好好讲究一下 OK 如果你自己 就是大家可以放到群里面 你可以让其他同学 可以看 如果有时间 也可以给大家看 但现在如果大家 这种语法错误 你再多模板 是没有用的 一点又没有 因为你的语法错误 就把分都扣完了 好吧 OK 对 对 一定是习惯问题 咱们这个要先这样 然后 这个 五岁的吵大同学在不在 习惯就是你写作文的习惯 五岁的吵大同学在不在 这个同学 那天说 不在的话 我本来想这台讲 但是直接说CV的 我完了给大家说一下 我还是希望跟他这个现场说一下 来 来 现在能看到吗 没有作业 我这人从来不布置作业 如果你还需要老师给你布置作业的话 同学说明一个问题吧 就是你要去首先考虑你学习的问题 OK CV这个题 这是英语二 大作文 就是这种图 这种题 对不对 就非常 我觉得这种 其实都没有什么框架 你就把这两个问题都回答就行了 第一段 interpret the chart 第二段 give your comments 没了 就在我不太理解这种 就是很多同学问我这种 你说这种题 写什么框架 你把这两个问题回答就行了 第一段 interpret the chart 这张图里面发生什么 对不对 然后这张图明显就是 总体的 然后和农村的 就把这张图描述出来就行了 就这么点细节 然后第二段 give your comments 什么意思 就是这件事情为什么发生 就是你随便编辑就得有 就是你可以 但是这种第二段 你一定要注意到 哪怕现在人家跟你说的 give your comments 但是我刚才跟你说了 你写成总分 那这个总是什么 就是 比如说 可能有一些原因 对吧 然后导致了这件事情的发生 这就是这种 或者是 我有一些意见 我有一些可能想法 关于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 就是这么一句话 这是总 就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that I think could contribute to this 什么phenomenon 就是这种句的 都算总 然后你就后面说 first you can't 不写first 你可以说 就是 to start with 对吧 后面第二个plus 这都可以 但是你要把这个框架写出来 就是 逻辑感写出来 这样的话 你的考官 读起来就非常舒服 他一舒服 你的分可能就会高 他如果他读的都不舒服 同学 好 这里 pust simply on the one hand the chart of the article 这里 你上来 为啥是article呢 文章的这张图 这直接就 the chart above就行了 这没有文章呀 对不对 the chart above 然后 昨天我刚刚刚这下说了 这里你觉得 是不是像过去是 这个地方 should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这也是写这种图表 一个 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 你要知道 这里面发生的事情 是在过去 对吧 但是现在 你现在说的这张 就是 你说的这件事情 你说的这句话 不是这张图里的 是说这张图展示了什么 所以说这里没有时间概念 你可以用shows 那我写的吧 然后你 如果你想说 就是 里边这张图里面 代表的一些内容 你可以用过去 因为这里有明显的这个时间 对 但是你现在说的是 主意是 就是chart OK The chart above shows that our countries total express delivery volumes alright 各位 这里 on the other hand 咱们先说这句话最大的问题 一个一个说 都是经典 都是点中点 我现在这句话看完了 on the other hand illustrate that our country's expressed volumes raised 对不对 这句话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咱们先 就是单词咱们等一下再说 先说最大的问题 再说这位如果你看出来 阅读问题 最大的问题 对 你要知道 所以现在大家如果你看不出来 是要用这种句型的概念的 这里是一个完整句子 对不对 这部分是完整句子 在这里你写了个逗号 因为这里是要句好的 因为下一句你又写了这句子 又写了这句子就一定要 就是两句话 除非你加一些连词 如果你没有这种连词 现在没法用逗号连接两句话了 你其实写的 你其实写的一句话 但是你现在写的是两句话 能明白我道理吗 因为你这里就是一个主卫兵 这里又是一个主卫兵 这里你只写的是副词而已 就是借词端语 就是状语 另外一方面 所以你不能写的是 你一想写一句话 但其实你要按照规则 就是主卫兵是一句话 然后另外一个主卫兵 就是另外一句话 所以这两句话 中间要加一个句号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咱们再说 就是单词方面 单词方面 我觉得这个 首先 Total Volume Volume这个词 肯定是不可数的 因为你表示的一个 就是总量 对不对 或者是一个总数 我觉得直接说 对 我觉得你直接说Volume就可以了 然后你不需要加S 然后这个时候 你把这个Volume放在前面 Our country's total volume of Express delivery increased from 11件 那这就涉及到 后面 这是 这是 这是数字的 这种图啊 大家特别英语二同学 承操数 就是数字体 这是单位是10亿件 单位是10亿件 如果50亿是多少 这是510亿吧 我没有理解过的吧 这个数字对吧 是应该这么算吧 50亿成10吧 51 billion 对的 OK increased from 51 billion to 21 OK OK 然后 on the other hand It illustrated that 这里没问题 这个一词 指的是这个图 对不对 像这种图 就是现在你需要的 一样道理 首先 不需要用 刚才说的过去式 另外一时候 这种时候就是考验大家 现在你的句型转化能力了 刚才你这里用的叫标准的主卫兵 现在你可以换随便咱们换一个主义同句吧 比如说 on the other hand what this chart also illustrates is that 瞬间你把剧情换了一下 对 把剧情换一下 你可以换成其他的 然后is that our country's side 这里我觉得就不需要说our了 虽然说是我国 对吧 其实我觉得 这个地方our country是可以 但是如果你说的our country side就变成我们的乡村 那这个地方意思 其实还是中文会影响到大家 乡村就是 in our country了 我知道吧 illustrate that 对 把这个放在前面 还是站在这里 你要抓住现在这地方 核心的位于是raised 对吧 那需要它的主语就是volume 所以你要把这些volume 放在前面 然后volume of express delivery 就是 这里 放在这位上 现在变成了 一个量 我已经是 volume就可以了 什么的量呢 country size express delivery in our country 这是啥 然后这时候 主语是volume 那你把这个volume 跟这个raised 在一起 在这里 又出现一个问题 这 有没有知道 这是什么问题 这是主语 张大师同学 这是主语 现在这些raised 有什么问题 这种问题 如果大家看不出来 不是实态 我们就先raised 可以 这地 就只有一个同学了 这么多同学 我问的 illustrate和ease 可以放在一起吗 可以啊 这是主语从句 所以这是 这是一个整体 然后这个位语是单数 这可以的 你知道吗 然后 这里 对不对 你要记raised 这个词 还是同学词性 是急悟动词 所以说是提升 让人急悟的 那现在 可不可能是volume 提升这么多数字 是不行的 现在这里需要一个 不急悟动词 不急悟动词 你这两个词 一定要记得说 哪怕你 是rice 知道吗 所以这地方 你要用过去诗的话 这里需要用过去诗 因为这里说的是 2018年吧 rose 然后from 12 billions to 30 billions 其实这个地方 我觉得 就有一说一好吧 不加 也可以 这是word上来 因为 这种 这个事情 一直以来 可能没有严格的 这种要求 但是我觉得 要是我写 我会加上 但是说这是word 就把js去了 对我 讲清楚没 就这样的单词 大家还是不记词性 你不记词性 就不知道怎么用 你不知道怎么用 你的作文就会错 这种事 咱们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然后 就再往后 然后这是这张图 我看 这张图稍微说一下 但是有一种 明显问题 在于 还有一个 咱们今天再说 另外一个细节 现在这个 CVG 这个作文 写得还不错 我给大家说三个 我记得说的事情 是今天可能 价值最高的事情 好吧 我给大家说 平常 三个 把你的这个句子 润色的逻辑 知道吗 三个 非常简单 第一个 任何 动词 前后 都可以 加 复词 什么意思 你要知道 这句话 这里 咱们把这些都删了以后 是不是就说了一个 Volume Increased 对不对 就说了一个增加 但是你怎么可以润色 说白了 不是说润色 加多余的 你是可以增加一些细节的 那这个地方 你明显可以感觉到 增加的量 是不是增长得非常快 这个增长的速度非常快 对不对 那你可以说什么 Increased 随便加一种 Dramatically 这第一个细节 第二个细节 任何的 名词 前后 都可以加 形容词 什么意思 就是你一个 对不对 比如这样 这个 the chart 那样表格 对不对 然后还有比如说 这张图里面 虽然说只有这个 In our country 咱们说这是country 我们国家 我们国家就是我们国家呀 但是你可以写的 更加具体一点呀 你自己说 Volume of country size Expressed Delivery In our Fast Developing Country 是不是正在 就是形象具体一点 增加一点 因为这里 是不是在说 我们国家快速发展 把你的作为写的 增加的就是 具体一点 而不是只是 那么一件单词 什么都没有 这是第二个逻辑 好吧 第三个逻辑 任何句子 都可以加 借词端语 什么意思 借词端语 是用来形容一个句子的 你可以用来 把这个句子 润色一下 咱们现在 这句话 这说 就是总体的这些量 对吧 The total volume of expressed delivery increased dramatically 然后现在 这句话写完了 但是你要发现 这件事情 发生在什么时候 发生在18年到20年 对不对 当时全球经济 非常发展迅速 现在你可以加一句 In a time when the global economy is booming 这是不是 借词端语 用来形容前面一话 那这句话 这里就改成了 加了这幅词 对不对 加了一些 就马上把这句话 写得更加具体了 但是我这里 不是人家讲的点是 就是重数字 或者多写的单词 我只是想把这句话 写得更加具体 更加的信息多一点 所以我现在 说的逻辑 你要回去练 更加 就还是基本的逻辑 任何动词前后 都可以加一些副词 形容名词前后 加一些形容词 句子都可以加一些 进词乱语 来修饰句话 你可以把这句句子 写得 就是 就是这种 更加的 我觉得具体 而不是这种 非常笼统 这可能就是拔招 就比如说 你现在确保 没有预法错误 我现在再说一些 可以补充这些东西 增加丰富一点 用不同程度的词 替换可以吧 就是 找找同志 你的三个词 不是不同程度 差不多意思 没出去 这都是上升 但是可能上升程度 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 没有那么大 你也可以换 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建议 可以加一些副词 因为副词 咱们中国学生 用的最少的词 大家最不会用的词 我觉得大家可以 在这个上面 可以多加练习 二瑞斯也可以 如果这个时间 是今年 要不用完成词 那如果是今年的话 一样的呀 今年的话 就变成了 这是 如果当时写的文 这是二零年 你可以说 Wars booming 当时正在 正在这个 激增 Wars booming 过去是 过去进行词 好吧 过了 然后到后 In fact more and more people talking about do you buy things by the internet OK R-Race 可以吗 可以啊 刚才我说的吧 R-Race Race Race 是急误动词 所以有被动的 急误动词 才有被动 不急误 没有被动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 快 想想 刚才这些 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吧 这是我这三者 这是我总结的 你在其他地方找不见了 OK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看不出来 那就是问题比较多 如果你能看出来 说明 就是这 你在这点最起码过关的 我说 这 这有时候主位 有时候主位同居 这句话都没有 对不对 有被语 对不对 Triple 关键点在于 是吧 还是 就是 我去年 包括我那些视频里面 应该我这家总结过 我完了这家 发给大家 我现在这家写成中文 你在调场上的时候 没写一个 谓语 或者动词 这跟其实大家阅读是一样的 没写一个动词 你都应该 想一下 这个谓语的 主语 是谁 就这么简单一句话 如果你养生习惯 你的作文会改造很多很多毛病的 比如这句话里面 People是主语 核心词 Triple是谓语 那你觉得 对不对 People能不能Triple 能不能翻三倍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问题 不可以的 因为人是没法翻三倍的 只有人的数量 可以翻三倍 那所以说 而且这里也不可能是 CVG的意思也不对 为什么是越来越多的人 已经翻了三倍了 怎么可能是越来越多的人 翻了三倍了 对不对 这逻辑上也不对 所以这里你要展示 The Number of people 这些人 然后什么人 Do you buy things 那固定搭配 在网上 永远是 On the internet 然后这些人的数量 然后同时 为动作用单数 Has tripled 然后同时 这句话 在我 Charting 修士 对 这句话 正大的问题是 刚才我这家说的 现在记得 CV不是已经写完第一段了吗 Interpret the chart 对吧 第二段 Give your comments 第二段一上来 就这句话 就是你现在给 就是你的考官 就是非常的懵 现在 你上来 本来人家给你的 这个要求 是要去给你一点 给出你的评论 但是你一上来 直接说 谈论 你买东西 在网上的人 翻了三倍 这跟你的观点 有什么东西呢 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的这种 就是联系 就是大家现在 你写英文 不能写成 中文那种 就是含糊其词 对吧 到最后 然后写出你的观点 英语是 一上来 这一段 第一句话 就是这段的主要意思 所以你有些创作以后 你再去做阅读 特别是做新体型 一样道理 第一段 就是一段话的第一句话 就是整个这段的主要意思 你现在写作文 要写成这样 所以我当然这里说 就是你 你先 你还写的总分 往后读 然后这个地方 which means ok的 逗号 就这件事情 翻了三倍 对吧 意味着什么 快递 being more popular but it has not being simple on its surface alright 对这里是没有总分 而且你后面还写的 firstly 这是firstly 你跟谁 跟谁分呢 你前面都没有总 为什么直接上去first 对不对 你这里如果说一件 比如说 你想表达这句话 咱们先不看前面的 你说这件事情 好像没那么简单 在表面 那你也说一下 for several reasons 这是我在我上来写作文 最好用的三十词 写总分 你说一件事情 for several reasons 后面再说 first 再说 瞬间就有 主位的 总分的这种逻辑 对不对 然后这里第一点 第二点 这句话 有什么问题 目前为止 which means 从未必应从绝 这个位置真的是 这里 这里都属于大家 现在最基本的一些 你每天从小学的单词 你的理解程度 being不是谓语 不对 being不是谓语 大家想表达 这句话明显 你记得 随便想表达一个 进行识 对吧 进行识表示一个 正在试越来越流行 有两个说法 一个是 你可以前面再加一个 逼动词 is being more popular 这是OK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其实你可以一般来说 这种用的时候 都是说的是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你先写对了 然后这种 就是more and more 你可以以后 换成很多说法的 比如说 increasingly popular 这都可以 我不建议大家写getting 你的作文里面 在我看来 尽可能少的出现 get这些词 get这些词 其实是非常 不书面的意思 一般来说 是口语话 好吧 OK 然后继续 然后这个地方 一样 这个it指谁呢 it has not been simple 那你这里 你要想写前面一件事情 我建议你写 but that 然后 为什么 而且这里 为什么用这个完成式 现在你就说这件事情 不简单 对吧 那这时候反而用的是 that is not so simple 然后 直接不用说 就是 on it 你这一词 都不知道是谁 怎么说 在它的表面 on surface 我觉得这里 其实都不用写 好吧 就是 but that is not so simple 我觉得这些 simple 我就不知道 为什么 你要这种写 好吧 就是 这里 你想表达 这是什么意思 你现在说的是 人数越来越多了 对吧 意味着咱们 这快递 也越来越流行了 然后呢 你想表达 什么意思 that is not so simple 然后后面 这个原因 是指什么 firstly phenomena express delivery was more popular 表达并不是这么 你表达并不是这么 简单 你后面 想表达什么呢 就现在这个快递 正在变得越来越流行 然后你这里说一个 就是没有那么简单 啥意思 就是你现在有逻辑 这不是中文的逻辑 对吧 你表达没有那么简单 你现在后面这里 后面你要想讲快递 好的原因 那你就写的直接一点 就不是说什么 没有那么简单 这是中文的逻辑 能知道吗 就是你现在就想说的是 人已经上升了 对吧 然后呢 快递也多了 然后这里不是 give your comments吧 你就说快递 如果你想后面说 快递多了以后 有这个 有好处 带来好处 那你就直接说嘛 which means that express delivery is being more popular and 这里重启计划 咱们写上一个总分 and 或者是这个 which means express delivery 然后 so that that has showed like countless benefits to our 咱们写的短一点 society 你把总分解的短一点 就这件事情 可能会计 正在变得更加流行 对吧 展示了无数个 优点 给到我们的社会 然后你开始说 第一个 就这么简单 写的非常清楚 中文的说的是 没有事情 也没有那么简单 这都是中文的逻辑 看到吗 然后你这里说 firstly 为什么这里一上来 就是phenomena 啥意思 这是名字 现象 然后快递 在之前是正加流行的 从18年到20年 然后这里又一个 that's people 那如果这是主语 这是谓语的话 那中间这是啥 这不是个完整句子吗 现在你要去 你要去写一个 完整句子的话 在这些套句 你要给别人写 这种信号词的呀 这里不是同位 这是个完整句子 但是现在你不能去 猜这个意思 来去看语法 你要去先有语法 再有意思 现在这句话里的意思 就是快递 在2018年到20年 之前正加流行 这是一个完整句子 你完整的句子 怎么可能加在 一个完整句子中间呢 那现在你要去想 比如咱们说主语 主语跟谓语之间 会加定语 用来形容这个定语 如果你要想用来形式 形容这个定语 你要给你的读者 要有一个信号词 比如你这里想表达的是 就是同位语 在这个 在这个现象里 那这时候就无非 加这蛋就行了 不需要加斗 同位同居吧 对不对 这个phenomenon 而且这里前面要加在 因为你这里是特指的 一个现象 the phenomenon 这个现象 什么现象 快递 在2018年 都是正在流行 同时这里 刚才整个这篇文章 说的都是 就是你当时说的是 现在是 对吧 这里如果 你用Wars的话 就跟上半钟时代 不太符合 如果你说的是Wars 而且后面有这比较级 Wars more popular 意味着什么 现在不正流行 在这里没有说 就是之前这种东西 现在不流行 对不对 没有一个比较 没有现在 过去的一个比较 所以这里 就是 还是你写成一个动态的 比如说 咱们张台已经说了 has become more popular 这里还是有转化 现在想表现 是这些快递的流行 已经越来越流行了 那就一万种说吧 咱们这里说一下 the popular popularity of express delivery has been 刚才那个同学 不是说这个词吧 soring 都可以 from 对不对 你换成一个 就是 名词的一个节奏 快递的流行程度 一直以来的 飞速上升 从18年到20年 这个现象 对 然后位语 lets 然后咱们从小学的同学 你每天说 let's go let's go 你自己写作文 就是let's people to 对不对 就是大家现在的问题 你从小每天 大家应该会说 let's go吧 但是你要 你难道不想一想 为什么是go吗 为什么不是let's to go 因为let's后面要加动词圆形 你自己写的论文也是一样的吗 对不对 这个现象让人们看到了什么呢 我们的国家的发展 经济发展 was rapid OK OK 这里 我觉得过去也OK 然后 settingly development can solve some problems of employment 然后这个地方 那么大家平常你加这个时态 这个时态里面是 在 这张图里面说的是1820年 对吧 但是大家现在平常写这种句子 一定要小心啊 如果你写的这个时态 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就是 快递的发展解决了一些就业问题 从18年到20年 如果你这句话加的时态 意味着什么 我想一想 这是你的阅读 快 对 这就是你作为英语 有什么读是吧 这句话你肯定不想表达的是 17年到21年快递 不解决就业问题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加了一个限定条件 也就意味着这件事情只发生在18年到20年 那说白了21年就没有解决问题了 那意思肯定不对啊 能不能债道 能解吧 你不想写成这个意思 所以你现在可以说的是 你想表达的是 can solve some problems of employment 或你这里 刚才他们的逻辑 记不记得 可以运用 现在任何动词前都可以加副词 你可以说 最简单的一个副词 can express delivery 这句话比较简单 咱们稍微加一点东西 现在刚才我俩说的三种逻辑 你现在有没有运用 任何动词前后都可以加副词 这句话 快递的发展可以来去解决 在这里 最好用的一个副词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副词 任何名词前后都可以加一些形容词 这句话里面 咱们说 就说 problems嘛 都可以来去解决一些 some an effectively solve and efficiently solve some 这个词会好一点 tough 不不不 呃 那个格小时艺术是名字 我想用一个 用一个 can effectively solve some 用一个urgeon ok serious可以 咱们先说serious吧 随便加一下就行了 solve some serious problems of employment ok对不对 然后 任何句子都可以加一些接词栏语 加一些接词栏语 现在这些话里面说的快递可以解决 就会问题 咱们可以说一个 就哪怕你说 for our society 就这么简单一个 把它写的正复杂一点 但是我现在咱们加了三个东西 跟你原来那句话也不要加太多 你写的就不要太长 稍微就写的具体一点 有没有知道 就跟你不加之前你可以比较一下 就没有写的那么就是好像很 也不是简单 就是非常的笼统 你要往具体一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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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as Express Delivery Development have numerous benefits 这种 benefit是可数的 所以不出 It also has some drawback drawback是可数 这种就是明天好吧 明天新的作文 我不希望再看到这种相同的问题 OK For example Express Delivery Development can result in that people lose themselves personal information Second后面 这里是这个Express 表示 请此快速的 来 同学们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 People lose themselves personal information 这种数据 还是这种基础单词 反正现在就没怎么写过 你一写就知道问题了 Resulting表示导致 这是一个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 我不会resulting 如果你后面加一个 你想加一个兵运同具 我会用cost 会更多一点 一般resulting 后面加一个名词 比较多一点 写下来比较顺一点 对 这里为什么 themselves themselves是反射代词 反射代词 就是相当于poose 他们自己丢了一些 个人信息 而不是丢了 他们的个人信息 所以这里 你要用固住代词 所以快递可能会造成 人们丢失 people 我觉得这些地方 要我写 我不会写loose loose表示一种主动丢失 这里不是主动丢失 我会写的是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被动 is leaked 就被这些泄露 had 要写has 这是过去是吧 这里 就是他之前有一些 这里我觉得ok的 就是之前有一些东西 反正你在写这篇文章 以后 以前发生的 然后 and sellers 这种就是大家欣赏 现在你这篇文章里面 就没有任何这种 买家和卖家的语境 你直接说一个seller 这个seller卖什么的呢 对不对 sellers may deceive the consumers which should send fake to consumers ok 这种还是 大家你要没有这个词性 这个东西 大家你的英语 永远不会好了 就是阅读也一样 写作也一样 首先第一点 现在 我想问一下 在这些定义重句里面 就是大家平常理解 这些定义重句 写定义重句 对吧 现在这些定义重句 位于是send cv或者在座这位 你觉得这些send 是谁发出的 现在这句话 你自己想一想 这个which在这里 你明显想 短来是seller 对吧 就是 卖家可能会 发一些这个 假货 给消费者 那你现在 这个定义重句 咱们从 一开始来说 定义重句 如果你在放到 后面的时候 带 逗号的定义重句 不会用来形成 主语的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 用来形成主语 你把这个定义重句 就放到后面 这不挺好吗 and sellers which should send fake to consumers may deceive consumers 这就是重复了 要不先不说 现在写对了 which我觉得可以 因为就是 which 就这个 sellery 不一定是人 我觉得可以是公司 你知道吗 如果你一定要说 故人 可以 但是我觉得 重点不在这 你sellery 可以是公司 对不对 然后这样子 磁性 fake 如果你一定要把 这些形容词 变成名词 那就是咱们 从一开始说的 the fake 这也算 因为the fake 才是一个名词 东西 这也算 但是fake一般来说 都是形容词 所以你现在大家 不要去 想的是写一单 你写的具体 你比如说 fake product 就行了吗 这不会错 你多写一单词而已 对 fake是形容词 你可以说the fake 也算 那是个名词形式 所以大家现在 就是你现在 你把这个 你给我的文章 当成你考试写的文章 我这样说 那你想 你考试的时候 忘了fake 是什么词形 那在我看来 要是我考试的话 我就不会写废 你上考场 大家准备了一两年的考研考试 你对你自己负责 上考场 你不确定的单词 不要写 这个 就这个考试的这个风险 对你们来说 是如此之高 对吧 在现在 我已经不需要 给你们多 过多强调任何东西 所以你在考试的时候 你要去 保守一点 你要去这个 对自己负责一点 你不确定的单词 你不太记着 知道这单词怎么用 的单词 你就不要写 因为可能会 给你带来一些 毁灭性的打击 对 fake 有些时候是名词 但是我觉得 还是大家 在我上来 我希望你 把它当成一个 只是形容词 而且如果是fake的话 就是也需要加付出 就比如说 fake 这很少见 我希望你把它 看成一个形容词 会好的 对 fake products to consumers 然后这里 就不需要加质的 就直接说一个 which should send fake products who could may deceive the consumers ok thus consumers needed to cautiously 这个 就 停态动词一般 就不需要加过去 因为这里明显表达 不是说过去才需要 现在不需要 对 consumers 然后一般这种词 就是注定类别 加着的 the consumer need to cautiously use express delivery 然后这就是 同样的问题 此为 现在你这片面上 最大的问题 你要想句号和逗号的关系 这是一个完整句子 这又是一个完整句子 你中间不能加逗号 要加句号 除非你加连子 什么连子 比如end 连接两句话 然后政府 也需要 enact laws that will protect transumers 这也算 咱们先写对了 all and all with development technology expercability will be better in the future 就这种话 在我看来 都比刚才这里 大家写的那些什么 就是好字好句要好一点 因为这句话 最起码你没有语法错误 没有语法错误 就是你每句话 都是这种话 你最起码 我觉得能得着 比如说 20分 你能得着 10 11 12分 如果15分的话 能得着 比如说 8 9分 10分左右 但是如果你现在就是 都是语法错误 哪怕你写的那些词 非常大 哪些 怕你写的都是什么模板 你也不会打一个 非常高的分 就比那些 全都是简单句的作文 在我上海都分 都会低一些 知道吗 and的钱还要加 不需要 那是如果 并列三个的时候 all right 那么快点 这几天 咱们一开始进度 稍微慢一点 还是当大家 亲一代人同学在吗 亲一代人 亲一代人同学不在吗 等下说 看直播的话 还是 来 那就哲晓智同学不 咱们有专门 有 就是后期 那就哲晓智同学吧 对 大家写句子 平常你就写吧 放在文章里面 放在群里面 然后我同学可以给你看 大家平常 去多复习 对 OK 咱们今天 看那个哲晓智同学的 大家如果你是在那种 你在那种 表上天的时候 还是 我建议大家来 多来看直播 好吧 然后这样的话 我会给你一对一的反馈 大家应该可以知道 这个 给你改一下 这个目前为止 这个价值 好 好 来 这个图 这个图 关系是 这是哪年图 04年 还是这么多 这是啥 终点又是起点 对吧 像这种 还是描述 寓意 然后支持你的观点 用一些 例子 其实在我上来 如果是这种题 比较老的 对吧 第二和第三 这两个问题 可以在一段里面回答 因为就是你的 解释 它的意义 不就是你的观点 相当于 差不多一种感觉 好吧 咱们看一下 重点还是看 这个同学怎么写的 一上来这词 这篇文章 如果我是这个 潘家老师的话 就这一句话 这篇文章 就是十分以下 那大一点 对 我也想大一点 大一点 大一点 就是这句话 我 高雄之同学 你自己写的 还是模板 这大小重 还是再大一点 这句话 首先 主语是谁呢 这不是 这不是 as the aperture 对吧 定义重句 that abounds many people 然后这是定义重句 其实是定义重句 然后动词不定是 然后又一个 ideal 形容同位重句 后面 然后位置定义重句 这主语 这主语是谁呢 当的主语 我没见到你的点 为什么 这s当不到主语呀 借此端语 怎么当主语呢 这不是借此端语 对不对 这是借此端语吧 s 然后 Apple这单词表示的是 时代 也就是非常大词 这种词我不建议大家写作为喜好 因为可能你要知道 什么概念 Apple就是那种 一个大纪元 就恐龙时代的一个纪元 那叫做诸多纪 然后就是或者是历史时期 但这种词 在我上海你用 没有 这样不会帮你的 反而是会害你 OK 然后 后面你想说 这个时代 对吧 Abound many people 就是大家现在 你用这个词 刚才我说 你要去查一下这个词怎么用 这个词 你稍微查一下字 你就会知道 这单词是不及物动词 就你只能说 就你只能说 abound something 就是出生了很多 就是大量存在 但你不能说 abound something 这就是你现在 abound many people 就完全 第二次 然后 然后 后面 who are eager to get much short-term profits 这里对的 但是我不太建议 大家用get get 这次学好 换成很多可以用的 好吧 比如说 gain obtain 然后 acquire 这都很多的 much 对不对 现在好了吗 好了没 重新共享一下 OK 来 同学们 目前为止 这个蓝色部分 有什么问题 这种问题 如果大家看不出来 点中点 绿色的 照顾 这种太经典了 同学 就每天大家 现在你 居然 就是用这种词 但是现在这种词 大家不注意啊 much 就是不可数 你这里 后面是benefit 肯定是many啊 对不对 OK 然后这里 而且你要知道 刚才说 时代的话 如果你一定要 这些app 这不可能是s 你要说during 再这么一句时代 其中 OK OK 那目前为止 咱们这里改完了 这是借词短语 对吧 就是during 然后同时 如果你这些app 刚才他们说 换一下 就你要我说的话 我不用这个词 我可能会用 咱们用这个问吧 因为前面是app 时间 对吧 在即的时间里面 我会用 Iraq 因为所以真的 就Iraq就已经够长了 这都是一个时期的那种感觉 然后在这个时期里面 你说 there be 最好用的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are eager to gain many short-term profits OK 这是借词短语 结束了 后面 to establish the ideal ideal表示 你想想说 理想的是什么 一般情况下 就是单独存在 就是理想的一个情况 那这里你后面 同位于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destination are two sides of one coin 这种句子 你要知道 现在这些同位同句 是用来解释 说明这些ideal的 你现在这里 同位于同句里面 这个内容 没有解释这些ideal 因为你这里就说的是 起点和重点 就是 一枚硬币的两边 这怎么是ideal呢 能不能理解到 对不对 如果那个文奇同学 爱护肤 写不出来句子 怎么办 你要知道 你现在写不出来句子 不是说你 写作本是有问题 而是在于 现在的磁性 包括最基本的 一个句型的不熟悉 这句话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这些同学 如果大家现在 改错的话 如果效率高 可以连迈 或者你想照错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就这里 目前这部分 但是现在 如果你现在 你完全一句话 都写不出来 你可以先写 主卫兵的句子 然后你要去看一下 我的语法课的 每一个句型的 这个框架 你把那些句型 都非常熟悉的以后 你就套那些句型 就写就行了 比如说 壮与同句就是问 对吧 加分句 然后再加主句 你这种句子 如果你知道 这些句型 是不可能写不出来句子的 就是当这件事情 发生了 分句 然后主句又发生了 主句就是主卫兵 你对于这些句型 如果熟悉的话 你不可能写不出来句子 能解写吗 意思是建立一个观念 对care很重要 career ok 这里 对我不会用ideal 你可能会说 to establish the mindset 这次心态 对不对 就因为这张图里面 是不是讲述的是 就是开始 终点就是起点 mindset 这第一段 对 描述这张图 但是另外一细节 就是 这周耀之同学 咱们先不说 这个句子里面怎么样 它这里第一个问题 人家说的是 describe the join 你目前为止这句话里面 跟这张图 没有任何关系 就为什么我说 我要 如果我是潘泉老师 第一句话 你的作文就已经 如果15分的话 我觉得8分都不会达到 因为你就没有回答 这张图里面的问题 因为你这里核心在于 你去建立这么一个什么什么 不管怎么样 是非常重要 这真是这张图 这真是这张图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就跑题了 跑题 再加上有很多语法错误 图片放到下 那你为什么 那一上来 要写这句话呢 就也没有意义啊 你开门见山 因为你现在考试的时候 你写了 就是这么多 重点在于 第一段 其实是不重要的内容 重点在于第二段 第二个问题 和第三个问题 对不对 你先用最少的字数 最简洁的字数 最清楚的字数 把图片描述了 然后你把这些字数 就是后面的主要的内容 展示你作文的 就是主要能力 回答后面的问题 因为这里是一顿文 一顿文 就后面的主要内容 是主要的 所以你要去 有时间有字数 我要去写这样的东西 你现在 这句话写的这么长 考研 作文 这里 200字对吧 当时 然后现在 你这句话 已经50字了 50字了已经 能盖到吗 50字写的就废话 同时就废话 还有那么多语法错误 那你想一下 你这作文 能拿多少分 我觉得这不用 在我读书了 我说再做到这位 你要知道这个问题 然后 而且这句话 现在目前 咱们还没改完 你要判断出来 现在 就是建立这么一个 心态 这个心态是什么呢 the start point and destination are two sides of one coin 那这里 这张图里面 人家说的 不是说 一个钢盆的两面吧 一个钢盆 有两面的意思 是这 就是两面型 在我看来 这个图里面的意思 不是中点 又是起点 相当于说 是起点和中点 是一件东西吧 能够知道 所以要我写的话 我就写 就简单一点 are the same 就行了吧 为什么是routine呢 routine是一套 连贯的动作 开始和起点 是相同的 然后这里 你又想写 就which 这个which 你又想表达 是这个mindset 对吧 cannot be entirely separated and always function as a whole 那这里有着逗号 这里是刚才 你写的逗号 那这些逗号 一直到结束以后 也就意味着 这应该是一件 完整的一件异群 如果你想判断 动词不定是 是主语的话 那你要跟这个意思 在折试上连拆 这里再加一个逗号 这样的话 你的读者就非常清楚 可以读到 这是谓语 然后这是谓语 大家现在 你需要去对于 在写作的时候 标点符号运用 你要想一想 逗号就是 折拆东西的 如果你逗号 一逗到底 那也就意味着 这一部分 肯定是一个异群 所以说你需要 另外一个逗号 把这部分折开 然后这样的话 你的读者 就会读得非常清楚 这样的话 意思 就真的是 to establish 它能记得这个概念吗 OK 然后 现在另外 就是 Can not be entirely separated and always function as a whole OK 然后 然后 我们先看下来 Just as what the picture is showing to us The athlete is sprinting to the termination Then starts his new routine 终结果 terminator 结束 什么幸福 公交战 幸福 终点战 terminator Terminal 咱们说的 T1 T2 T3 对啊 你考试 你对自己 你这个词 你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然后你就要 非要换 你再写一次 destination 能怎么样呢 或者finish line 也可以 对吧 就这么简单一个词 但是你非要选择 用一个高级 所谓的高级词汇 然后呢 就非要对自己扣分 这几年的经验 我一直以来 都是一样的 就是大家 主动选择 对自己扣分 或者大家总是觉得 只要写着急词汇 就会有加分 那我再给大家提醒一遍 昨天我说了很多次了 判理转的人 是会英语的 好吧 OK 然后 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问题 我问大家一下 目前为止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这种问题 如果你看不出来 可能你也会犯了 OK 可以 有些东西还是不错吧 你要知道 then这个词是副词 副词没法并列 两个位语的 这里加的都还不对 then 没法并列 两个位语 因为then是副词 你可以说 and then 能知道 能知道吗 这种问题 and starts and starts this new routine happily and optimistic 这里 刚才你说这些词 这些词表示什么意思 每天早晨 你起来刷牙 洗脸 洗漱 这么一套动作 叫routine 现在人家跟你说 不可以等于 贝贝 我刚才说吧 then是副词 爱的是脸 词性就不一样 没法等于 这里人家说 再跑一圈 对吧 不是入侵 你就直接 还是一样 你就写着routine 能怎么样呢 routine也可以 routine也可以 对吧 就这种 不扣分的词 你不写 需要选择一个 扣分的词 咱们现在先写对 我也是希望大家 如果你觉得 你今天 jogging是慢跑 现在你用这些词 明显是在赛道上好 赛道上赛跑 不可能jogging 是你平常出去散步 主要之同学 我建议你现在 不要去想这些词 你的重点 在于你先把写对了 因为你今天考研 考研这个考试 如果对你风险很大的话 我建议你保守一点 可以先把分拿回来 你先不要是 首先想到的是一些 什么特别难的词 OK start his new way 我觉得root不行 root是路线 现在你可以 不断地问我名词 我看一下大家 对于单词的理解 root 指的是 你从这个地方 到达这个地方 就是比如拐着弯 对吧 到达这个地方 这是root 路线图 我觉得race可以 没有问题 pass是通道 是路线 指的是那条路 这里没有说路 run的我觉得OK 但是你要说一个 start his 一般run的 拳击比赛里面 表示那一轮两轮 赛跑里面 我觉得不会用 不会用run 另外一个词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会知道吧 就是平常他们说的一圈两圈 我会写到这个词 lab 但我这里 我保险一点 我也会加running lap start and then start and then start his starts a new running lap 我可能会 lap 就是在三场跑步 face表示阶段 这不是阶段的问题 不是一阶段两阶段 race我觉得是 现在其实只有他一人 但是我觉得可以 因为在跑道上 race我觉得也可以 所以这里 那我写 lap 刚才说的这个running 最简单的保守一点 running 开始重新的 开始一个重新跑步 或者是刚才说的race 这个OK new start也可以 对 怎么对 大家怎么写 happily and optimistic ok actually the picture is vindicating maya 这个词 大家可以查一下字典 你看一下 你觉得什么意思 在座这位旁边有字典吧 你可以查一下 大家旁边放着字典 就是proof 证明 证实 就等于 证明这件事情是对的 你去查 vindicate 这里 这张图里面 有没有证实 这是对的 没有呀 人家这里 而且你现在前面 就是一张图片 图片 怎么可能证明 什么什么东西 你就写这种 非常简单的 哪怕是 show case 就行了吗 展示 depits 也可以 但是这p 正多表示 内容画画 这里你想说 说明一个道理 这种词不是多的吗 present 对吧 presenting 然后什么 demonstrate demonstrating 这太多了 industry prove不行 prove这些 证明是一样 这里没有证明 这种词太多了 然后 或者大家 如果你一定要写着高级的 咱们可以说 这个 shed light on the fact 挺好 你一定要写着急 我可以写得非常着急 咱们可以写得非常复杂 但是在我上来 你们现在不会用这些词诺 就是你不是 不是说非常好的 可以跟你的作为能力 非常融合在一起 能get到 所以现在你要知道 这是动词 对吧 你比如说 the picture shed light 这个shed在这里 你要是 如果会用 你要知道 这些单词 其实 动词的时候 过去是 过去分词都是闪 所以 这就是过去是 或者你可以说 或者你可以加 第三生单数 shed shed light on the fact 然后后面 that 就行了 OK 然后 再往后 展示了什么呢 the routine of struggling 就刚才 现在你用 这个基本的语法 规则 什么叫routine of struggling 在座的这位 把这三个单词 给我翻一下 我看一下你们现在的阅读 the routine of struggling 是什么意思 你现在写的就是别人阅读嘛 对吧 你不能老是说 你自己的想起来这意思 然后你就梦想着别人 把你的脑子边的意思 也可以读出来 这是不现实 对不对 现在你这里是ALB ALB什么意思 这是挣扎的 常规性动作 那主要是音响 把他什么意思呢 这是挣扎的 对就是 奋斗之路 对不对 咱们现在就当成 你比如说 写作文 或者中翻音一番钟 对吧 你想 主要是同学 脑子边先想出 奋斗之路 OK 对不对 咱们先说中文 这个逻辑是今天晚上 在做的 第二重要的事情 第一重要的事情 我说的三点 好吧 第二事情是 你现在在偷偷上写作文 肯定先想出这个事情 先想出的 我认为奋斗之路 对吧 这么抽象的 一些中文的表达 OK 就跟这两 就现在这个中文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奋斗之路的核心词是谁 就中文 你现在脑子边 要练这个逻辑 跟英文来去转换 中文跟英文转换 第一件事情 奋斗之路的核心是谁 路吧 如果你是中国人 会说中国话 路是核心词 OK 那你就把路 变到那些A 和B的A上 The road off 然后奋斗 这是struggling 是挣扎 不是奋斗 什么叫struggling 就是你现在 比如说 在你们班上 别人都考100分 你考70分 这叫struggling 但是你想表达 奋斗 第二件事情 就是你把这种 我的建议在于大家 你想中文 不要想成这种非常 比如什么奋斗之路 你想成百话 想成一年级的中文 就是我们努力的道路 或者是我们每天 努力的道路 我们每天 就是付出的道路 我觉得这都OK 对不对 但是你要表 还有一点重要点 在于 这是中文 跟英文 最大的区别 现在你跟别人说 英文 中文里面说 奋斗之路 是艰难的 对不对 中文 没有人会问你 有没有问题 但是英文里面 这个中文里面 最大的一个缺陷 你知道是什么 在英文里面 你要说清楚 这个奋斗之路 是对于谁的 你不能把中文 一一对应成英文 因为这里 你如果只说了一个 the road of 什么 making ever striving 对吧 在一个英文的逻辑里面 别人读的是懵的 因为英文就是字面意思 你不知道是说 谁的奋斗之路 因为你这篇文章里面 你要给别人说清楚 这里你想说的是 谁的奋斗之路呢 它不是一个中文的逻辑 这里我现在能讲清楚 或者你如果现在 就整个这篇都在说 它是我们 对吧 那你就加一个我们 就是 in the case that our 把这个the就换成our 正好去纠结 our road of 而且你奋斗 你换一个形式 奋斗什么意思 改善我们自己 让我写 我会写这样 就直接as or ourselves our ourselves 好一点 我会写成这样 这是英文的逻辑 our road of improving ourselves 或者你这里 你再把中文换一下 路是什么意思 过程吧 process 正好 我 对不对 刚才我说了这么多 能讲清楚吗 有可能 就是周周 我刚才跟你说的 这个过程 就是我告诉你 如何来去避免 中文的逻辑 刚才我说的 这个过程 就是 如何避免的 你要现在 不能光是把中文 一一对应 翻译成英文 那一定就是 中文的逻辑 你要去想 奋斗之路 我的一般的思维方式 先把这些奋斗之路 理解成白话文 什么叫奋斗之路 就是我们平常每一天进步的这个过程 你把这个白话文翻译成英文可能还会好一点 因为英文是一个讲究简洁 字面意思的一个语言 今天晚上这件事情 在我看来是第二重要的事情 你要想摆脱 英文和中文的这种 就是中文思维 一个是你需要去多读 另外也是你要把这两个语言分清楚 逻辑分清楚 所以咱们今天这些作文车 就是我每天帮大家锻炼 一定可能帮大家锻炼 然后 咱们再稍微说一下 is endless and to establish the lifelong struggling opinion opinion什么意思 是别人的建议 为什么是要去建立一个 挣扎的建议呢 是最好的武器 然后make a major 是啥意思 我刚才没说什么 这个主要的东西 去建立一个 opinion是别人的观点 如果你想表达 你建立一个脑子里面的想法 这是ID 就是这个词的意思吧 对不对 然后后面 make a major是啥意思 大家其实我觉得 明天开始 这些同学 今天晚上可能回去再改一些 如果你有时间 你把你每一句话 你想表达的意思 最好的 如果你想要做的话 把它写在下面 从歌词里引用的 就会变成了 你不是跟我,你没什么sorry的。 这不是我考试,我是在就是,就有些时候我是在想大家,就是你们怎么可能心这么大,对吧,你们知道就是,现在是今年这个考研就又缩招了,对吧,然后有这么多人报名,然后你们可能有人一考,有人二考,就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你对自己要负责一点呀,能带到,我现在站在就是,我都是让希望大家今天可以考上这个角度,对吧, 他说你对你自己都不负责,那我怎么帮你呢,你考唱上的时候,然后写作,突然有首歌,对吧,天天是四倍人起上去了。 ok, it would take a long time effort,这里, take a long time effort for many artists to get recognized, such as Qi Bai Shi, who devoted himself to the Chinese painting, and earned himself reputation in his elder years. elder只是年龄比较大的,一般就是说一个人年龄,不会说,用来形容年,我觉得你可以用later years. ok,然后这里for example,我觉得是ok的,但是现在这里你想说的是,要花,以这句话的意思是,就是这个主干,对吧,花很长时间,对于很多艺术家来去被认可,现在这里上文中说的你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过程是无尽的,建立着,这里后面,就major major,我不知道想表达什么意思了,但是这for example,是可以来去列举说明这句话的。 ok,然后,这句话写得还不错吧,这是今天唯一的,我觉得,没有特别大语法问题的一句话。 If that story shows one thing,ok,这句话很好,it will be that,我平常喜欢写这种话, by,这个词,endeavoring,那你要去用这个词,endeavor, try to,那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endeavor to do something,对,buying,但是通过尝试,对啊,这里你要学会,这个词是,后面一般家,endeavor to do something, never regarding the aims along the side,contribute once they will. All right,这个任老师同学,现在,我刚说到这里,没有问题,整个这句话,你现在脑子里面,大家现在,你回去练了,刚才有些同学说,你完全写不出来句子, 我知道,这我可以看出你是假的,对吧,我前面写的是ok的,后面你自己写的,这一句话,你要脑子里面清楚,现在这是框架,染在这里就是什么,by doing something, 然后后面,主卫兵,这就是框架,你要去,这个逻辑,就是框架,最基本的要求,表达,通过做一件事情,后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叫主卫兵, 那现在这里,你前面,by doing, endeavor to the next routine, and never regarding the aims, along,这是借此卫语, along the side,那这是主语呢,这是主语,主语在哪里呢,没有主语, 对,这是我说的,如果你用模板,对吧,前面是没有问题的, 那关键是,你自己不是模板那部分,你要写对啊, 你当时想的是写着导装,那你要导对,或者你现在不确定的情况下, 你考试的时候怎么用呢, 对,如果你现在要导装,这里,only by endeavoring to the next routine, 咱们先不说这个routine,and never regarding, 是什么意思,regard不是视为吗, 只有通过把这个目标,along the side,是什么意思, 这里都是only by doing,对不对,那only,否定复词提前, 后面的句子叫主位导装的呀,现在这里,你现在没有主位, 都没主语,你可以说can we contribute, 那这种句子就说明你现在,你不要去单写, 你现在要去对这个逻辑,创架,你先去熟悉一下, 咱们平常说only导装,only by doing something,这是模板, can we do something,你这种创架,脑子在说, 你不知道考试的时候,不是整个能复词知道他每个部分加什么, 你考试的时候不要写,因为你会扣分的, 不是说你写的only by写的一半,给你加一半的分, 你这句话整个就是错了, 现在否定复词提前,后面就叫主位导装, 对不对,你先说要是主语,然后如果有重词can提前, 所以我一般写的can会好一点,然后后面就要读上去, 但是你写的时候这里,没有we,也没有can, 你这里叫我写的,就这样, 你这句话直接就错了, 所以现在你要去练,就是练这个框架, 这些框架我在精读里面都这样说了我, 我的语法课里面,我的这个就是精读, 从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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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才能去写这种句子, 而不是说你就是当场就是, 你从来没有电脱,然后当场写, 那你对你自己要负责一点, 好吧,对不对, 然后这个词,我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意思吧, 然后咱们稍微再说一下, so we are supposed to always remember that the never stop endeavouring action creates, 这里永远不会停止人的努力的行为, 那为什么这里还是独蛋他们说的, 昨天你要停了车的话, 今天就不应该把这的写在尽啊, 这里哪一着永远不会停止的行为, 这里上文中你也没有说到哪一着具体行为, 对吧, 但是这里你就说的, 那我觉得不应该家伙, 你哪怕说action, 你去加着复述, 考试的时候聪明一点, 避免错误, 变成复述, these never stop endeavouring actions, 然后昨天我这家说了, 现在这件事情你就问自己, 这些行为会不会创造, 会不会一定创造这些价值, 昨天我这家说的这些逻辑, 一般现在是特专事实, 不会的, 不是一定会发生的, 对不对, 所以这里, 你写could, 而且有保证的后面, 你不需要去想什么单三, 动词连行, could create value, 然后这里, 今天这个问题, 你要是想表达的是生命的价值, 那我觉得OK, 如果你想表达的是对于生命有价值, 那这里不是for of, for, 然后这里也不是the life, 你这里说for our life, and it extends the beauty of society, from this view, more, 这个词, 你去查一下这个词什么意思, 这种单词是比较乱用的, 这个词可不是一般词, 我建议你不要用, should be operated, operated这个词, 你现在都不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 所以它的谓语, 就为什么会是被运行呢, 这种词当然现在就是, 你真的, 就不要乱用, 可能你用这词直接零分了, 我不能够夸张好吧, OK, 就, 这个东西是一个宣传的东西, 怎么, 就不是说被运营, 就不是运营的东西, OK, 你去查一下, 我现在不跟你说了, then a nation where people hold this idea, 会 get their ideal future closer and closer, and furthermore they will make, 在这里, 你没写一个带词的时候, 你想想这些代替谁, they will make their drink come true in the end, 上面中的主语不是 nation吗, 在这些国家里面, 人们会想要求求家, 然后进一步, 他们将会, 那你前面在我上来, 这里说的是主要是国家呀, 对不对, 所以我要写的话, 这些主语, 肯定说的是, furthermore, it will make, their dream come true, 我觉得会好一点, 这点their, 代指上文中的people, 因为你这里people, 其实不存在的, 因为你整个这where的定义宠具, 是用来修饰一下nation的, 就这里, 对不对, 所以这个people是不存在的, 所以你后面其实, 不太喜欢, 我建议你用这个代词代替它的,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 就是你现在大家, 每年都是这样了, 我每一年, 连续三年, 或者我之前判作文, 大家其实, 这我不愿大家, 是因为你在之前, 受到很多这种, 各种这样的这个, 思维的灌输, 对吧, 但是我觉得这些词, 首先, 不是, 我从来不是说这些词不好, 我说的是你要学会用这些词, 如若你都没有学会用这些词, 你不知道这些词准确意思, 你不要用, 为什么, 因为这些考试对你来说, 风险太大了, 好吧, OK, 咱们今天到这里, 可以不议,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每天脱糖, 再多同学打着1吧, 加油啊, 对不对, 好吧, 希望大家, 还是要, 就是, 就是你, 我的语法课, 包括我的经读里面, 很多的这种句型, 都是现在体现在, 你的这些写作里面的, 所以你要对于这些句型, 你自己看下, 是不是非常熟悉, 可以完整的写出来, 当你可以非常准确的, 完成写出来, 你再尝试去, 你在你的作文里面, 去写, 如果你都不知道这些句型, 你先要去熟悉这些东西, 这是框架, OK, OK, 拜拜, 今天可以期待自主, 我先别看, 感谢观看